大家好 我是杨子 来优酷国际版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 和我一起沉济至追剧吧 你 你居然是个乌龟小王八 杀尽天下犯规人 这个乌龟怎么这么眼熟啊 你 你居然是个乌龟小王八 你在笑 在笑我杀你灭口无我 乌龟 你给我站住 余梦 余梦 怎么了 看见我 不准说 不准说 听个人是吗 不准说 余梦 余梦 你知不知道他的真身是什么 我猜他应该是 屎克狼吧 什么屎克狼 我在你心里就是个 滚分球的虫子呗 他比屎克狼没抢到哪儿去 他的真身是一只大乌龟 我不是一只普通的乌龟 我是一只仙龟 仙龟为什么要睡在棺材里啊 仙龟这么没有安全感的吗 行 那我就告诉你 我本来是身在仙池里吃鱼吃虾 给谁都优才 但不知道倒了什么命 遇到个神仙天天来翻我 后来又有个神仙好心把我翻回了 这一来二去的 搞得我小天差点归西 那换作是你 你 你不躺在棺材里保平安哪 那小仙龟是你啊 你真的是小仙龟啊 那你不记得当初救你的两位神仙了吗 我当时被翻得差点呕吐至死 我管他谁呢我 余末 我告诉你 你不准让他说出去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 你你你你你你 你什么你啊 叶老山的小妖注意了 死里的战胜是一只乌龟小王八 你你你干吗 余末 你这个见色妄议的 我回来再收拾你 臭八卦 龟小弟 臭八卦 好 你站住 你这个死乌龟别追了 你失乌龟根本追不上我的 知道吗 看这什么 我今天非得劈了你我 你 你 这个 借啊 百灵姐姐 我赌五个果干 严淡姐姐今天恐怕要被打回原形了 我赌十个 严淡必赢 因为 有余末山主护着 哦 百灵说得没错 那可是我刚晒好的果子 哎呀 你再晒便是了 严淡 接着咋 知道了 哎 来 接着 哎 营非 哎 岁月静好 莫过一次了 你死定了你 你 我跟你骗了我 救命啊 大死 展开 展开